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节目一开始跟听众朋友来报告 现在花莲地震最新的状况 我想昨天在沉睡当中 各位跟我们一样都感受到了有感地震 那花莲近海 昨天深夜11点50分的时候 发生瑞士规模6点0的浅层强震 地震深度只有10公里 那目前传出的灾情 我等一下会详细的跟各位听众来报告 因为我们已经取得最新花莲县灾害应变中心 0206震灾的灾情会整表 那在第一时间我们都看到 一级开设 这个小英跟这个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跟花莲县长傅宽奇 都进驻灾害应变中心了 那行政院长赖清德也只是全力抢救 那行政院也在官网上 发布了灾情的最新的景况 那当然国军来了 国军去了 在花莲的灾区 国防部兵力四方强劲灾区 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整个灾情的会整表 其中在建筑物倒塌或倾斜的部分 比较明显的这个大楼是统帅饭店 B1加上11楼 那我想整个是倾斜的一个状况 国盛六阶2号跟4号 就是白金双新大楼的6楼 六层楼 那国盛六阶41号是无居无宿大楼9楼 那商校阶2号就是现在最受关注的云门会提大楼的B1 还有12楼 那目前人员受困截至我们拿到了这个灾情表是7点30分 但我们随时因为我们直播节目会将最新的灾情会整给各位听众 那受困的人员 统帅国盛六阶24号 那还有刚刚已经跟各位听众说明的建筑物倒塌那个部分 倾斜那个部分 当然会有受困人员 那还有我刚讲了云门翠堤大楼 等一下我们进行相关的连线 那目前陆陆续续救出了 在7点30分以前是云门翠堤大厦 已经救出70个人了 统帅饭店是97个人 但是失联人数 翠堤大楼还是143个人 这7点半以前的这样的一个人数 那收入所已经在花莲县的体育馆 已经中华国小开设了 那死亡的目前来讲两个人 那受伤的219个人 瓦斯外泄以及桥梁封闭 包括七星潭的这个大桥花莲大桥 是花莲大桥的部分是借户通行 还有封路包括台九县 170到174K人清隧道落实正在清除当中 目前无法通行 还有花193县越莓段29.5K落实摊方 无法通行 台八县是封路的 那当然有四处的道路损坏 停水停点停化的户数 不升美举 铁路是正常行驶的 那我们也看到了在第一时间 大地震造成大楼倒塌 花莲市长魏嘉贤向外界求援 那我们线上连线 花莲市长魏嘉贤 市长你好 你好 我是魏嘉贤 是 魏市长 在第一线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明目前最新的状况 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四栋大楼有倾斜 然后有弹线的一个状况 那里面的人员 那有大概两栋大楼已经初步搜寻过 大概没有没有其他的人被困在里面 哪两栋 就是我们国胜六阶 国胜六阶是国胜六阶二号跟四十二号的 那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花莲那一栋 就是我们的云翠大楼 是 那个部分 那个部分的话 县政府这边已经有请相关的 我们邦外指挥中心也请了相关的方式 要先把我们倾斜的大楼给它稳住 稳住之后才能够让救难人员下去 做一个搜寻的一个动作 目前救出的人数 我刚刚念了一个是七点半之前的 还有陆续新的救出的人数往上增加吗 现在还是 刚刚还有一名救出来这样子 是是 那这个卫市长您向外求援 是希望外界能够怎么样救援呢 我们是希望说 机器还有一个相关的一个 我们昨天在救援球员的部分 是机器跟相关的人力的部分 专业的救难人员 那真的也谢谢马上全国各地 有非常多的救难人员到了现场 那因为我们四栋大楼倒塌 以花莲的人力来讲真的是不够 来搜寻这样子的一个大楼状况 我看这个网络FB 至少新北市整军了 他们下去了 是 桃园市 对 屏东县 彰化也过去了 那所以现在搜救的人力 加上国军的部分是够吗 现在的部分我们就是要 还是要分工 因为我们每一分每一秒 救人的黄金时期就在这个时候 是是是 那我们希望说就是把 这个部分的话 在在那个指挥官的部分 再做一个统合性的一个任务分配 嗯 等到基础稳固 能够开始赶快的下去做一个搜救 是 是 呃市长 呃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我们关注的是 您也提到这个云门吹堤大楼 对 那您刚刚就说 这个数字有待会诊 那边的救灾情况是如何 那个怎么会这么严重 然后为什么有 还有一百多名的 呃我们的这个居民受困呢 哦因为大部分的 他大楼是整个倾斜 嗯 那倾斜的部分 有可能被压到的人 或者是他在原本的二楼 是 三楼的部分 如果是在寝导的那个低 低点的地方 嗯 他可能比较不容易逃生出来 嗯 可能被压住 然后高点的地方 在消防局的回复的部分 他们是有说 有大概围墙的部分 有倒塌的现状况 这样子 嗯 所以在我们整体的部分 被担心大楼整个继续倾斜 那我们现在也用 用一些仪器在观测 到底有没有在倾斜的一个状态 是 那原则上从5点到现在是 倾斜状况是稳定的 是 没有在 在继续倾斜 好 那现在也是在做支架的部分 让它稳固下来 对 我看到最新的消息是消防署 他们对外说明是急需刚够支撑 那稍早也传来好消息 救难人员救出一名两岁的女童 还有疑似 这个人数我画个问号了 他这边是写20多人受困 事实上不止吗 市长 现在我们还在陆陆续续在抢救当中 那也要跟大家报告 就是这一次可能要拜托气象局 再帮大家能够分析一下 到底未来会不会有比这个还要再更大的地震 对对对 我们等一下也会要求 我们也已经邀请到这个气象方面的专家 学者来跟我们说明 那这个的确从4号5号 尤其4号如果我们讲说 有感地震大大小小加起来密集度 是45年来少见的 应该是绝无仅有的 总共有70起 至少有70几起 那如果说 我们说有感地震比较 这个大家比较有感受的 这个部分 那就是也很密集 所以市长您是想了解这个部分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么密集的这个地震发生 连这个昨天终于 我们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灾情产生 您需要这方面的资讯对不对 我们需要这个资讯 也希望说民众也能够提高警觉 因为有的民众会认为主政过了以后 就可以安心了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主政 我们真的不晓得 是因为这个余政 现在跟主政是越来越接近了 那气象局早有警告说 不排除有更大的地震 那所以就不排除 这个让人家心里毛毛的 甚至生命是宝贵的 那市长我再请教您 您刚说机具怪手 或是我们讲说 要撑起那个所谓主结构 杠构相关的这个 或者说破坏整个建筑 要救人的这些机具 现在目前充分吗 现在的部分 我们有请求到的一些 民力跟军方的部分 都已经有 有箱子有一些 已经陆陆续续到位 那我们现在就是 在抢救的部分 抢救完之后 这些等于说危险的大楼 我们也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来 里面把它做一个 整个把它做抬除 是 所以这些都是 都是蛮急迫的 对市长在交通方面呢 我看那个路 道路都突起的地方很多 我们等一下11点半 也会连线一位当地资深的导游 也是我的好友 他每次这个风灾地面 他都会全花莲去寻 他已经帮我们集结了 非常多的这个状况 市长就您了解呢 道路交通的状况 因为现在接近这个春节假期了嘛 是 道路交通的状况 在我们这一次地震 大家研判 可能是美轮断层的部分 那我们也可以发现在 这附近的路面 都只要有 只要是有铺上 铺有的米轮断层带的上面 几乎是隆起的 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是在 有部分的市区的道路 是这样子的状况 在米轮断层带的附近 刚刚市长提到了 这个米轮断层 的确它连接我们看一条线 这左边是欧雅板块 右边是菲律宾板块 这个板块挤压的情况 它如果按照一个重线来讲 是从七星大桥 一直到国胜六街 一直到阿关火锅大楼 就是我们讲的翠堤大楼 下面是统帅饭店 一直到南端的这个花莲大桥 所以市长您提的是 您在猜测是米轮断层嘛 我们怀疑是这样子 怀疑是这样子 那还要希望更新的资讯 那最后这个市长 您还有什么样的需要 我们可能要呼吁一下 我们的所有的花莲的乡亲 那在于桥梁的部分 尽量扫走 桥的部分扫走 桥梁部分有 在伸缩缝的部分 有一些凸起或者是分裂 分开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部分 在交通还有一个外出的时候 在经过这些大桥的时候 真的不要冒然的通过 那我们有做一些阻隔 也请大家要协助一下 那我要呼吁大家就是说 因为地震频率真的非常非常高 而且今天从昨天到现在 已经可能超过20次 四级以上的有感地震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掉以情形 那我们呼吁大家 一起要好好的来 来互相扶持 然后帮忙我们附近的 亲朋好友 然后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 希望天佑花莲 好 谢谢大家 谢谢魏市长跟我们连线 谢谢魏嘉贤魏市长 谢谢您跟我们连线 谢谢 好 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 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还是会进行 我们原本安排的专访 那但是我们随时会插播 最新的讯息进来 那刚刚已经预告 11点半会有花莲县市 最新的这个现况 我找了一位好友 他开着计程车 他也是当地的导游 他帮我们搜寻 那我们第二个小时 除了邀访这个陈学胜委员 他是我们原本就预定了题材 那我们节目一开始 还会邀请刚刚 魏市长想要 非常清楚了解到底未来 和跟过去花莲 到底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会邀请国立中央大学 应用地址研究所的教授 李席提 李教授来跟我们清楚的说明 我们休息一下金融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的现场 我们有请当事人 今天邀请的是 两位台北市议员 你参选人 我们的老朋友阿苗 苗博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新同学 是一枚美女 我们录音间 其实美女如云 进来的 从这边进进出出 非常多的美女 这次参选的特色 真的 阿苗不是说你不是美女了 谢谢 还有提到我就已经感恩了 有点感激涕零了 那耿威你好 哈喽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比较知道 耿威姓耿嘛 很特殊嘛 然后你是立耿贵方的 的侄女 对 那我本来讲说 是不是前花莲陷阱局局长 耿继文的女儿 也不是 我也是他侄女 你也是他侄女 那你介绍一下你们的家世 我家世吗 其实我爸妈跟 我姑姑还有大伯 他们的那个属性啦 调性比较不一样 他们是比较政治方面 那我爸妈呢他过去都是在办台湾一些艺文活动演唱会这样子 哦 really 对我们家是比较走商跟娱乐跟文化 结果我爸是中华民国文化推展协会的理事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都会去常常把台湾的一些艺文表演活动啊 还有local的团体推到国外 然后还有把国外的一些像是Michael Jackson Jenny Jackson 还有什么 安斯奈美会啊 把他带来台湾 然后让台湾人就是可以看演唱会这样子 是 那他们台航呢 哦排行吗 立耿贵方是最年长的 他老大 然后耿继文老二这样子 那我爸是老四 你爸是老四 老四对 是最皮的 最皮 还有一个最小的啦 是那个当教授 好那你所谓耳如木染是跟爸爸多一点 还是跟你姑姑多一点 其实跟我爸比较多耶 真的啊 对 就我们都比较皮啦 然后就是觉得说对于台湾的艺文演艺活动都还蛮有兴趣的这样 就是对于文化推广方面 你喜欢什么 我吗 我喜欢K-POP 哦 对啦 还有流行文化 还有外国 还有电影 这些跟年轻人比较接近啊 应该算吗 因为我已经是祖母绿的行列了 哦 没有没有 昨天旅副总统来 他说50岁以上就跨归老年了 老人了 没有吧 70吧 人生70才刚开始 他的那个数字 他说有1288万人了 他还说你如果领头讲错 你就是落伍了 哦 那就是说他有老人代表性 那50岁 那我们就以上了 哦 对 所以你有跟过姑姑 立耿贵方 他从事政治活动吗 你在他办公室吗 有有有 其实一直以来 因为我姑也当了20年嘛 那我就常常在办公室 进进出出啦 有的时候 因为家人都会想说 可以帮忙一些 我们那个选举活动 所以有时候在办公室 我就接电话啊 然后就选服 比较简单的 从我高中到大学 对有时没事接电话 然后帮忙做服务这样子 是在市议员办公室 还是说在外面 办公室办公室 在办公室嘛 然后选举就是 绝间是全家大小出动 然后发面子这样子 然后就叫嚣嚣这样子 对 阿苗你听到这个 so far 你有没有觉得很羡慕 至少人家 躺出了梗家 不要不要羡慕 虽然立梗是跟着他先生 有贯夫姓啦 这个立梗议员 在我们大安文山区 很资深啦 所以知名度真的是相当高 然后组织也很强 那当然对于很多新人来说 会觉得说 有家事背景是很好 不过其实因为我们选国局都知道啦 你在政治世家 其实对年轻人来讲 也未必是轻松的事 是是 你说从小到大就开始做选服啊 开始浮选啊 如果你自己对这个真的有兴趣的话 当然还好 但是如果说 是因为家里面的压力去做 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是可能做得不愉快 是 所以 其实重点是在于说 不管是不是正二代啦 像 我们家的家事就 比较普通 你再介绍一遍 我的爸爸就是苗爸爸 就是苗爸爸 大家不认识了 对 那我妈妈呢 是苗妈妈 哎呦 这个很friendly 林家的苗爸爸 苗妈妈 这个 不过苗也很特殊啊 对对对 我现在就跟人家说 反正应该只有我一个 那个姓苗 所以呢 我的名字苗博雅 如果后面两个字呢 忘记没有关系 是 姓苗就知道 那父母亲呢 我记得你来到节目 我问过你一次 可是 是 真的 我每天记好多东西哈 阿苗你们父母亲的 哦 我们家 其实是 我本人算是偶尔罕籍啦 因为我爸爸是外省二代 哽我也是吗 我也是 我妈台湾人 对 然后 我被人家归类是外省三代 但其实我妈是那个 云林希罗人 灾雷人啊 外公是小学老师 所以其实 我们家的背景就是一个很 我觉得很典型的那种 台湾的 1949年之后的战后移民 来到台湾之后 那个所谓的族群 冲突跟融合的历史 其实长大之后回头再看 在我们家其实都看得到 嗯嗯 阿苗有维基百科了 耿威有吗 我应该还没有 还没有 知名度没有那个阿苗高 没有 有维基百科不见得是好事哦 我这上面很多人给我乱写 我自己再去修改一下 其实我也觉得 我为什么没有呢 哎对啊 真的没有吗 不可能吧 我好像没有 听众朋友赶快去帮这个 光琴姐写一条 不要不要不要都烂撕 哈哈哈哈 烂撕比较多 阿苗的维基百科 台湾政治人物 性别平等级 台湾同志运动参与者 出生在台北市啊 台大法律系 财经法学组毕业 费死联盟 法务市主任 当然现在的政党属性是 社民党 全国委员和 党的发源人 比较瞩目的是 411包围中正一分局 在呃 事件中化解冲突啊 被封为控场姐 正义姐 正义姐 哎呀我们嫉妒啦 你这把我们分走了 我也是正义姐啊 对对对 光琴姐比较适合这个称号 比我更适合 希望我未来有 维基百科社也把我列入 正义大姐啦 那等等 那所以阿苗是我刚刚念了 大概就是他的雏形 很政治意味的 耿威呢 你觉得呢 呃除了政治呃 沾一点螃蟹的这个 色彩之外 呃一路走来 也是都在台北市成长 然后只是帮姑姑忙 那有没有投身政治事务的 除了你刚刚讲服务 例如 其实说我觉得政治 我们都不要口水啦 因为现在就是身为 我们那个候选人 其实可以开始 做的事情 其实蛮多的 像我现在就 有时每次都会去 社区 教一些年长者 使用智慧型手机 就因为有些 常常跑地方的人都知道 那些年长者 他每次都手机 真的不太会用 然后就说 诶可不可以帮我拍一下照 这录影怎么变成这个模式 之类 我就觉得 好像 真的有事在落差 有 就是科技对于年长者而言 好像是一个蛮遥远的东西 它其实照理讲 应该是要对于年长者 都是要做 蛮方便的 就像年轻人而言一样 所以我就现在常常在举办 智慧型手机的教学 还有就是说 有未来希望可以推出 就是VR啊 AR 然后让年长者 就是说 可以对于这些科技的东西 不会那么的遥远 是 对 然后他们其实反应很好 他们都很喜欢 对对 这个就是蛮 亲近 亲切的 平常在做一些 就是灵家大女儿 你看苗 这个 怎么了 阿苗 你看人家已经是 人家才真的是耿小姐的 小姐这个很像灵家大女孩 教老太太 这个很有亲和力 很有亲和力 混在有时候一些活动遇到 会碰到 其实长辈对他印象都非常好 是 真的真的 因为 我想即使是国民党 虽然党派不同 但我想 就算国民党支持者 应该也都期待 有一些年轻人可以冒出头 对 对 阿苗你们两个都在大安文山 大安文山参选爆炸 国民党参选爆炸 我们社民党比较小 只有我一个人 不用初选 说实在的 对对对 如果按照政党 那你们就一枚嘛 对对对 他们参选爆炸 他们很辛苦 他们初选 一堆人进到大安文山去选 也是参选爆炸 你也在这个人堆里面 对对对 那所以我们今天来PK一下 阿苗 阿苗 刚刚也念出你的学历啦 是 那 你觉得你跟耿威在这一点 要不要比 可被拼 怎么会学历更好啊 没有 人家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不同领域啦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市场行销硕士学位 留洋的 喝洋漠水 然后又拿到硕士 是 你觉得在这个选战过程当中 这个学历 或是在你生涯 26年的生涯当中 有什么获利吗 其实 在国外其实看到很多一些外国的不同的见识 那我希望就是说如果我真的因为家里的关系 所以我有这样的资源 那我出国我学习到的东西 那我觉得说身为一个在地土生土长的大安文山人 尤其是台北人 比如说希望可以把外国的一些好的 来带到我们台湾啦 台北然后来借进 那台北也有很好的 就是可以互相学习这样子 对 阿苗你觉得学历重要吗 在群战当中 学历在群战当中 如果有些人造假学历 那真的会成为风暴啦 但是 但是在大家都是真学历的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选民还是会比较重视你的主张 跟你实际在做的事情 因为你说就以台大法律来说好了 里面的政治立场大家南辕北策的也都有啊 那你说这张学历就一定代表这个人脑袋里面装什么东西吗 其实也不一定 阿苗你会在选战过程当中 还是不改其次标局费死的这个主张 我觉得不管是对死刑的看法啦 还有我们对性别平等啊 跟台湾国家未来前途的看法等等 这些政治主张 不要因为参政了就180度转弯 这个是我们很坚持原则 因为我们参政其实就是为了要实现我们的理念 那如果你为了要选举你为了要多那几张票 你把你原来的理念都改了 那你到底是为什么要来选举 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还是认为说 其实重点是在于 候选人呢 你又没有能力跟大家说清楚 我今天在某一个特定议题上 我为什么主张这个 那你要跟大家讲清楚跟大家沟通 不然你如果像墙头巢一样 今天遇到见人说人话 墙头巢的同一词还有变色龙 对那如果像这种的话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参政啦 因为你这样的参政 对于这个国家社会是不会有好处 好 我们做个小案子之前 可为废死反废死 我敢标举 我跟阿强站在对面 我是反废死的 他会觉得这样子他被我害到 因为跟我同场地突然被问到这个 我觉得其实我们身为明代啦 其实都要就是社会共识是怎么样讲 我们就是往那个方向啦 像我基本上应该是反废死的 比较跟光琴姐站在同一个方式 好 站在我这边 唐文成比较感觉温暖 而且有大树有屋顶帮您撑着 对不对 要骂就骂我吧 好 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的现场 我是黄光琴 刚跟听众朋友已经预告了 我们这个阶段 我们来连线我的朋友 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地毯式的 花莲县市的地震场景的一个勘察 我们现在连线的是花莲市的资深导游 他也是一名计程车司机 在当地住了非常久的时间 林仁震 林先生您好 你好 光琴姐好 是 好久不见了 我看到你传来一帧一帧的当地的照片 我说是还看了触目惊心 您现在是不是跟我们把您地毯式的搜罗 以及勘察的状况最新的讯息跟我们说明一下 好的 那我们从那个我们家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从那个花莲大桥这个那一方面 一直到花莲市到七星坛那一条 最主要就是一条米伦这个断层啊 对 你有传给我一个 米伦断层 嘿 七星坛那个七星大桥都已经封了 那个整个桥墩都已经破裂了 是 然后花莲大桥也是一样 那个整个都那个全部凸起来 嗯 那也都不能走都封起来了 是 现在在市区总共有漏洞大楼 都已经起斜的起斜 嗯 有倒塌的倒塌 嗯哼 是 其实刚刚这个林仙所讲的 他也传给我 我所谓的灾害一面中心 最新的讯息 还有包括米伦断层 还有其他的一帧一帧的这个照片 都是他传阅给我的 那这个林仙 有没有 有没有特别关注 呃 我们看电视 看新闻发展 比较关注的那个云门 翠堤大楼 或者是统帅饭店 你有在当场吗 我刚才有在外面 因为他现在全部整个都封锁起来了 外人是不能进去的 外人是不能进去 那救援的情况呢 那刚才我有在了一位 就三位 也是从那个云门翠堤 呃 侥幸生存的 出来的 哦 对对对 刚那个是从山西过来的旅客 哦 对 他的形容他是住在二楼 嗯 然后 他晚上的时候 就是要睡觉的时候 现在还在摇 你说花莲现在还在摇 哇 那真的余震不断 我现在还不小 是 估计有四级以上 是 那他从 呃 他住在二楼嘛 一门翠堤的二楼 他刚好是住在倒塌的另外一边 嗯 所以他很幸运的 可以从另外一边出来 哦 不然三楼整个 从三楼以下 大概都是比较受灾最严重的嘛 对对 他是倾斜到 压下去的那一边会比较严重 那另外一边是往上撬的那一边是还好 所以他刚好在另外一边 嗯 那他有没有提到多一点的状况啊 里面那其他人他触手可及的 他周边的状况 他周边的状况啊 他周边的状况就是 嗯 我觉得我就是看到这样这样子 然后那个统帅饭店就是三楼变成一楼这样子 哦 是统帅饭店三楼变一楼 好 那是整个平面三层变一楼 嗯 那原本翠堤是整个斜角 斜斜 斜下去 OK 现在变成60度了 已经变60度了啊 对 已经倾斜60度了 所以很危险 所以他们现在有用那个钢骨需要去把它顶住了 对 林先生这一阵子从4号5号 密集的这个地震 都是用什么一下子 什么两小时多少几十起 两天又是几百起 对 大镇小镇嘛 对 什么创45年 或者是说百年的周期又要快到了 讲得大家心精精的啦 对 你们在花莲当地居民感受最深吗 从4号5号一路到昨天凌晨左右 其实4号到5号那一阵子 大概有连续五次的大 大比较大的啦 比较大的 在我们在地人来说都好像比较没什么 因为他最主要就是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 不是非常的 喂 有在听 他不是非常的那个 久 哦 地震本身 他有一个现象就是他 来得很快 走了也很快 是 那是这一次 这一次这个他们是说主阵啊 是觉得可能也不一定就是主阵啊 是 对那他就是大概摇了30秒左右嘛 所以他就是比较受伤会比较严重 对您先那个王上志 他的母亲王妈妈就是马英九的好友嘛 马英九每次到花莲都会找王妈妈 我看王上志的脸书 他说他妈妈在啊 所谓的寒风当中 站了两个小时啊 很害怕 你们昨天晚上怎么度过的 我们啊 嗯 哎 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很淡定 花莲人 因为地震频繁嘛 我们我们就是家里面的一些厨 厨具打被震开来 不离花瓶啊 或者什么碎裂 然后我们就 他第一次主阵摇完以后 我们就去把它清一清清一清 嗯 然后我们也没有出去 就是清完以后我们就去睡觉 嗯嗯嗯 但是一觉醒来 或者是入夜的时候 有没有 就有消息 因为我们随时有时候看到 哇 怎么我老公不在了 原来去做直播了 就是大家看到那个灾情是非常的严重 觉得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灾情 让人家想到去年过年02 06 同一天有一些巧合 那以及九亿大地震 那所有的情景都浮现回来了 那你的感受呢 我的感受啊 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每一次很强的低气压来的时候 我们的地 我觉得啊 我自己觉得 那个地壳可能就会受到低气压的挤压 可能就会变动 那那个地震可能就会 就会比较会出现 我自己的感觉啊 你的酒病成良医了 台风前啊 那个压力很 那个低气压压力很强的时候 还是说像这个 这个 这一次的这几次的这样子 这个地震 这是会比较明显 好 林先生谢谢你 帮我们关注灾情 这几天我们就备赞吧 我们随时 希望第一手当地的这个状况 希望你帮我们巡视一下 好的 好谢谢 不客气 谢谢 这是来自庶民的声音 也是庶民第一手的讯息 那我们与其看官员 然后说行政院的这个官网之外 我不是说完全都不重视 而是 这个计程车司机又当地的导游 他们就是春砖 就是春江水奶压先知的那种感觉 所以两位 我们也不用继续延续哈啦哈啦 我想这个一个情绪带下来 阿淼你先讲 今天看到这个新闻讯息 以后搞不好当明代 这随时要反应的 是 这个 其实昨天晚上 虽然我人在台北 但是那个 因为我家住在酒楼 所以那个感受也蛮强烈 那我是觉得 因为我小时候自己经历过 九二一地震 所以我之后再发生 就是比较强烈的摇晃的时候 其实都会召唤出那个记忆 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 应该也 那个熟悉的感觉 又会再被唤醒 那个大楼一倒塌一倾斜 又伤亡 而且甚至有人困在里面 要黄金救援 我们就想到至少在台北 东兴大楼 那个真的是两兄弟被抢救出来 耿威呢 有听姑姑 他们常在处理一些 这些大小事吗 这大小事吗 他们应该基本上是 在办公室里面处理 那其实我昨天也是 其实是洗澡中 然后我比较没有深刻感受到 可是我一洗完拿开手机 然后发现每一个人都在报平安 都在说 你还好吗 还有世界各国 都会 其实我们的新闻 都已经播到世界各国 所以大家都 纷纷的就说 这边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这样子 就觉得大家还是人间 还是非常温暖 然后大家都报平安 尤其是Facebook 他也开启了那个 就是报平安的系统 对啊 其实311日本大海啸的时候 就当时我们台湾送暖嘛 对 这次我看到第一时间 日本人就讲说 这次轮到我们了 其实某种程度有些互动 还有我们台湾发生大小事 你看台北的 清北的 台北没有齁 台北比较 清北 桃园 屏东 彰化 陆陆续续 那我就整队了 然后把机具就去协助了 这个真的是我们这么十数年来 大概大家都有个同中共济的一个 当然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很容易受到天然灾害侵袭的国家 你不止有地震啊 台风啊 是洪水等等 所以其实这种所谓的地方政府之间 及时互相联系跟资源是很重要 已经变常态了 你怎么可能会去期待说 一个县市 他自己就有完全的能力去处理一个大型的灾害 这不容易 而且国军 每次都是靠国军 好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 我们再回归我们的主题 POP抢先报 下时间11点46分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邀请到两位 台北市议员女参选人 一位是耿威 一位是苗博雅 呃 我们来谈谈耿威吧 哦好 你的大伯跟你的姑姑 我都非常有兴趣 是因为 呃 地耿贵方 他最有名的 就是 很多人 黄梅吊 我也黄梅吊 黄梅吊是一个 还有 还有就是说 他曾经一度很长时间 呃 像外国的有一些领袖级的人物 常会误以为 他就是马太太 哦对 或者我们国人 很多人以为他是马太太 搞错 因为他跟马英九 就如影随形啊 你觉得这是不是 你未来要学习的 一个POP 我觉得 他们这个年代 他们那年代的 选举的方式 那我觉得 就是留在过去 这样就好 因为 不过有的时候 他会为了要争取 就是一幕的曝光度 因为有的时候 记者也不见得 那么爱抱他 这样 可是马英九 一定会有人报道 那他有时候站在旁边 大家觉得 诶 那是谁 然后会注意一下 他有因为他有跟你讲过吗 就是因为这样子能见度 增强很多 诶有耶 就是因为我常常就是看到大咖的话 我可能会就不太会靠过去 这样会觉得很尴尬 可是他就一直把我推上去 这样子 哈哈哈哈 对 这样就觉得 蛤 这样好吗 我告诉你 你别讲这不分党派 你看蔡英文所到之处 也是 挤了一堆在后面 对不对 还有柯文哲所到之处 随他出访的那些 他就连童中叶也挤在后面 哈哈哈哈 对吧 我都知道我有看到 那很短时间再问 你的大伯耿继文 除了最近有 这个反年金改革 非常悲壮 对 他之前还有一个 很特殊的事迹 叫他不怕鬼 花莲 有讲的花莲 有一个五指命案 大家都觉得 那个很离奇 这个细节我们不谈 变成空污 他敢一个人去 夜宿那个 住宅 民宅 因为我大伯觉得 那个房子已经太久 没有人去租了 他觉得就是说 希望他可以 以身作则 就是说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这房子是OK的 然后希望大家不要害怕 不然永远空在那边 他一下子都是这么胆大吗 他胆子非常大 因为警察都是那种 不怕鬼的那种心情 这样子 他们不相信 对 所以他就去住 那时候其实我们家人 都还蛮担心的 就想说 就是有时候不可信其无来 对啊 对 好 这个阿苗 刚刚梗威有提到他 他们家族其实蛮有意思的 蛮有趣的 有很多有名的事情 对 如果你要选 你会在乎知名度吗 你用什么方式 克服 那你的投书 你常常有一些非常特殊的观点 是 那其实你蛮优秀的 我必须要这样讲 谢谢谢谢 就是用一个媒体人专业的角度 看你的文章 而且你理性 你不会说 分这个政党 分这个对立 然后我就靠哪一边说话 那你怎么样选举呢 要不要挂看板 我阿苗要挂看板 其实知名度当然重要 因为如果人家连有你这个人都不知道 那他当然不可能会投给你嘛 不可能了解你做什么事 不过我们的选法当然比较没有那么传统 因为传统的选举法要花的钱真的太多了 那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 省出来这个钱 所以当然要另外想出路啦 那我们像你说看板的话 当然在一些重要的路口 我们会想办法去跟支持者 或者是认识的朋友 去借他们家的 这个你说围里也好啊 阳台也好啊 不用太大 没关系 小小的 你在外面让我们写个名字 放张照片 那至少让大家知道说 哦有这个人 那他很认真在选举 所以还是要用想方设法 用最阳春面的方式 至少就是零元的看法 因为那种在路口大的商业广告 真的不是我们的负担嘛 但其实穷则变 变则通嘛 那你就是要有一些变通的方法 让人家知道有你 那知道有你之后 那他才可能更了解说 那我们的主张是什么 不管你赞成或反对 其实都可以讨论嘛 台湾多元社会多元意见啊 那可是你总是要去 刺激这个讨论的产生 所以我们还是除了这种像这种看板 然后网路啊 因为网路不用钱 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说 最好的一个管道啊 因为社民党 我曾经反问几个小党 包括党主席副主席 像你们贵党的这个范云 你们不叫主席啦 对对对 你们造极人 其实就是啦 我们在一般外面 人家都问说 你们主席是谁 那一开始我还会想说 那我要解释一下 造极人跟主席的差异 但是后来想说没关系 我就直接跟他讲说 我们主席是范云 因为就是你要先知道 先接触 等到认识更多了 那他自然而然 就会知道说 哦原来这个有一个差异 是说造极人是比较尊重民主 大家一起共事 觉得一起讨论 不是说像主席 一个人说了算 那可是这等到认识之后 他慢慢理解 那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其实先让大家知道 我们是谁 阿苗社民党 其实在立委内议 曾经有合纵连横 是是 就绿色党嘛 绿党跟社民党 就说你们是微弱 但是上次选的成绩不错 都很逼近 都几万几万 让人家很讶异 那这次全然要靠自己了 那你们看时代力量的崛起 以及政党之间的对立 那还包括最近很多老面孔 五五千岁级的 王宇田八祖之成绩的 你对政治有什么既望 以及政党的一个生存 我觉得2018年的选举很重要 不只是台北 其实全国各地的民众 应该去想一件事情是 我们能不能够让我们自己 有更多选择 你知道大家去买东西啊 都会想说 有越多选择越好嘛 我总是可以货比三家不吃亏 所以便利商店 绝对不会只剩下 Saven跟全家两家垄断 我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选择 因为如果你只有一两家垄断的话 那真的很糟糕 它就会变成非常尖锐的对立 那像我们现在说蓝绿嘛 蓝绿不是蓝就是绿 这两极化下来 其实人民是没办法团结 会被撕裂 所以你要多元化 不管是我们社民党啊 或是绿党啊 是刚刚提到时代力量也好 其实在议员选举 大家如果对这些小党 可以多一点重视的话 在地方议会 不要只有蓝绿 你一个议会里面 如果有三四个政党 其实你那个议事 可能反而会更有效率 更和谐 因为它不会陷入两极化 它是一个多元的意见 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讨论 好 嗯 嗯 呃 耿威 那呃 这次 人家大部分下你的标题 都是年轻貌美啦 好 这是一个 哈哈 这会不会有讲万安 女 女版讲万安的这个影子啊 对 其实我不太希望大家 就是说 物化女性这件事情 就是把 就是一个候选人 就只看她的美丑 然后来决定 是 可是有的时候 其实 我们参加很多活动 并没有办法 很短的时间之内 把自己的所有的理念 还有想法 可以快速的传达给各位 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 就是有点可惜啊 台湾的政治现在的现况 是这样 所以呢 其实我也像那个阿苗一样 我们就是 我也是在经营我的脸书 很努力 虽然我的那个 声望没有那么高 可是就是一直默默的 我也不会你脸书经营的很好 我都看到 阿苗 阿苗脸书声望很高 对 你感觉 哦 年轻人啊 哦 年轻人 对 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 很努力就是说在于 就是我做的任何事情 我都是想说 表达让大家指导这样 这是所谓你接棒 立耿贵方 指的是你姑姑 她就退休了 就直接交棒给你吗 对她退休了 那会不会她经营N年呢 直接交棒给你 你获利 其实并不会获利 你的地基比较厚一点 有的时候 就是也要看年轻人 爱不爱她 这一位候选人 然后呢 其实现在大家都是理性的 你知道吗 就是并不会说 哦 因为她姑姑是谁 所以呢我会觉得说 她出来 然后我就会投给她 比她更好 你要有做得比她更好的决心 你才要出来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这一次就是想说 就是我觉得台北人 可以值得更好的 我想说就是做一些 实际上的改善 是 那阿苗跟耿惟 你们现在 所谓的拼选举 耿惟当然是要拼初选 我初选 我初选 因为其实 选举有分短期目标 跟长期目标 长期目标 就是11月24号的大选 我们短期目标 就是国民党现在的初选 几个要 呃 有几个出现 六到七个人 要抢三个位置 三个 有孤不选 然后李欣欣一元去世 李柏仪 他们觉得新人 可以再多 可能有再多加一席的余地 目前为止 党中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决定 时间也没定下来 真的很刺激 非常刺激 非常刺激 阿苗呢 你都怎么跑 还是要跑基层 基本上在这一两年 其实我们在经营基层三年来 就是靠自己的脚跑 因为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办大型的活动给大家参加 但是人家有办活动 我们就去让人家更认识我们 那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其实一直有尝试着 在做青年的组织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参与政治的方式跟途径 都跟比较传统的方式不一样 是是 那我们如何能够让这个 我们选区里面 理念相似相近的选民 可以团结在一起 然后大家再发挥更大的力量 其实我们尝试在做这个 因为有时候大家常会说 你就是键盘支持啊 或是网路的 网路上的这个声音啊 不一定等于选票 因为它中间缺了一个转换的过程 那我们现在就是试着说 要把这个转换的过程做好 然后让这个年轻人呢 可以甚至带动他们的父母 带动他们的祖父母 来这个尝试一个新的选择 这是我们现在一直努力在做的 好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而且我们 我说每次阿苗来都有大事件发生 所以我们刚刚 希望发生好的事件 是好的事件 过了一些时间 报导这个花莲的灾情 也跟两位抱歉 那今天我们专访进行到这 随时 这个门 The door is open 谢谢 非常欢迎两位 好 今天非常感谢 花莲平安 春夏今一段广告 马上进行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现场